那我们选战讲完了 我们来看到实际上在战场 因为你知道 也打了40多天的俄乌战争 那打到现在 平时也就是打打谈谈 那北约警告了 北约秘书长警告了 说这个目前看起来 俄乌这场战争 你要嘛持续好几个月 要嘛持续好几年 大家都觉得不妙 美国总统拜登最新的谈话呢 他也认为说 可能还会持续很久 那当然他又宣布了制裁 对俄罗斯 可是他现在要努力 确保的是大陆 从俄乌战士来吸取 所谓的正确教训 他怎么说 他说反正一直在说 北京如果有任何的作为 国际社会会做出回应 那拜登还说 顺便一提 我们将会跟乌克兰 站在一起 而且如果我必须出去打仗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 那就是这句话 我眼睛 咚咚的亮起来好不好 而且美国这个福祉新闻 也点出了 就是说拜登这一次的说法 说顺带一提 我如果我必须去打仗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 那这跟他之前表示说 美俄之间的什么 一些直接接触啦 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说法上 有很大的出入喔 所以拜登怎么样 他的立场也转变了 是不是 没有啦 拜登 已经不含蓄了 没有拜登 拜登算是泽伦斯基的 超级版啦 因为云武者以为是超级版 你知道我观察他从 我们知道他是两千年 他是长期敦点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那两千年当主席 他们的就是有点像赵伦 我们赵伦两个他一个嘛 所以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那他认为他很懂 但是我如果去 我们去归纳说 他从出道到现在 基本上他一直在摇摆 也说在越战时候 因为美国人反战嘛 所以他就 你所谓的摇摆是指什么 因为就是说 倾向于对外的这个部分 他就是会比较保守 就是不要管那么多 然后冷战结束以后 老布希是共和党的 他要要欲 所以他不是共和党 他民主党 我们应该借记会中阔 等等那些东西 然后呢到了这个911 就是911以后 2000年对不对 他又跟小布希 那个时候他又觉得 他又转回来 所以他基本上 就有这样波动的 你知道他不是立场 这么一致的 那第二个呢 他有时候会讲错话 有关于台湾 你知道他有时候 就会讲错话嘛 然后国务院或白宫 莫发言人就出来 帮他澄清嘛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 是真正的拜登 我们不知道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但是很明显的拜登 不喜欢这个 我们目前看到的普丁 也就是说他认为 2000 2016年 希拉瑞输掉总统大选 都是俄罗斯在那边搞鬼的 所以他要报一件之仇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 2014已经破烂了 我们在乌克兰已经打了 泥脑已经打到现在了 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个机会 到底要不要打等等 那个东西 也许要不要加入北约 是另外一回事 要不要加入北约 最早也是小布希的 邀请他们来 说你要邀请他们进来嘛 对不对 OK那现在已经有 骑虎南下怎么办呢 至少我认为 拜登是把这个乌克兰 当作阿富汗你知道吗 就卡在那边啊 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那个因子啦 那当然这个时候 就会变成 中国就会一个崛起的契机 哦那水问题来了嘛 那他现在卡乌克兰 那等于是代理人战争嘛 所以你讲这就完全是对嘛 就是传统的代理人战争嘛 他就利用乌克兰去玩这个俄罗斯嘛 细细得远 细细得远 那我精神与你同在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说真正在最后 关键时刻北京出手了 会不会就连拜登 连美国都没辙 你这一局就只好赶快收删 好 OK现在中国会想什么 第一个立即的 习近平他有二十大嘛 对 所以我认为短期内 他应该不会卷入 所以暗兵不动 他是小心翼翼的 那当然这个时候就牵涉到 习近平不只是 是他的历史定位 还是中国在国际上 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要第一个就是跟持续 跟美国结合把俄罗斯打死嘛 借这个机会把它变成 你也知道变成缩小 或是什么 那拍得背不起来 是一种嘛对不对 那第二种机会就是说 说不定我可以怎么样子 结合俄罗斯 然后呢 因为现在看到美国是纸老虎啊 然后我出一辈之力嘛 那第三种就是回到 因为中国在建国 1949年建国以后 你看他们是不结盟嘛 就是周恩来去万聋会议等等啊 也许他这个机会 可以跟借机会 跟印度结合 因为年龄人口是很多的啊 而且这个机会里面 我们就真的不愿意卷入两个 不管是北极熊 或者是花旗银也好 看起来都不怎么样啊 搞不好我百年的这种 写耻对西方的这个东西 我就出来跟印度起来做大哥嘛 我们做一个比较公道一点点的啊 那你知道这个其实还是 中国他们的内部要自己去决定 所以听老师这样分析下来 短期之内你说俄乌要有一个什么落幕啊 甚至到了一个拐点啊 感觉难上加难耶 我看起来是很难吧 你看啊 事前哲伦斯基就提出来说 是不是要中立嘛 其实普丁丽的讲了好几个说 不能就中立嘛 也就是说做缓冲地嘛 对不对 你就不要让我 那天到晚那边紧张 晚上睡不着觉嘛 对不对 那当然克里米亚应该目前 因为你知道克里米亚 本来就是俄罗斯的 赫罗协物送给乌克兰的 你在那边百分比俄罗斯人很高嘛 但是乌东这两个州 或者现在自治国已经独立了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没办法处理啊 那当然俄罗斯一定很不爽 说你们就好好处理 你不要放亚述那些民兵嘛 一天到晚在玩那些东西 一天死了一万五嘛 对不对 两边都有死人啊 那边如果真的可以 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自治 不是说宣复自治而已 也就是联邦之下 它有相当的自主性 因为那边俄罗斯人也蛮多的嘛 对不对 也许普丁未必要坚持 就是割地赔宽啦 但是看起来 所以乌克兰邦联制 有可能是一个 不是邦联是联邦 其实有在讲说 但是他说我们是单一体制啊 因为我们也是单一体制嘛 对不对 中国是 所以这可能是解套 没有这是可能 就是说你让他们 比较大的自治权嘛 对不对 尤其是俄罗斯 现在是乌克兰语当国家语言嘛 俄罗斯语不要把它当作 矮化成方言 地区语言一样嘛 你看你在公务人员好 那边俄罗斯人比较多 然后你在公文等等 都要讲乌克兰语 你知道其实对第一代有点困难 会有比较弱势嘛 对不对 我是觉得那是可以处理啊 我觉得泽伦斯基 就有点像民进党 你知道内政搞不好 然后玩一些抗中保台的 那种东西啦 芒果干嘛 然后呢本来是 他要做乌克兰话 无可厚为 因为三百年来被俄罗斯化嘛 那也变成去俄罗斯化 你知道反弹会很大啦 你把它连帮化 其实是可以处理的 你如果说 你像说很难 你们修宪 修宪基本上 现在在经过两届 两届就是一年嘛 那你现在就推给公投 我跟你讲公投不会过啦 你知道因为他们 乌克兰人比较多 差不多六七成左右嘛 公投怎么会过呢 五卡五 你自己要负责任的话 你自己要去说服 你的乌克兰人吧 你不要丢给老百姓嘛 老百姓因为他现在的 民调多高啊 对不对 那去说服嘛 OK 不是 那问题是 会不会乌克兰人 有可能现在是 它是第一个撑不住的啊 会不会撑不住啊 因为美国显然 你说这些欧洲国家 西方国家 你说再怎么样澳元 它也没有办法 让乌克兰反败为胜啊 没有到这个程度 所以不会反败为胜 对 但是呢 我认为俄罗斯 你说抖延残喘 对管残喘 我意思是说 你看阿富汗 每一次都是为什么 叫做尼老 或者是帝国的坟场 随去都一样嘛 OK 所以一样的乌克兰 大概 而且更何况 这其实我一直在提到 因为毕竟乌克兰跟俄罗斯人 跟白亚斯 你也知道是同源嘛 对 所以你看到基辅这块地 几乎都是他们共同的 作戍你知道吗 家庙一样 你要他们去打那个巷仗 打不下去了 那个是死机啦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 基辅目前大概 所以他是讲说 跨象比较厉害嘛 然后他你说真的会派兵吗 等等不会啦 那输个血给你会啦 对但是目前那就是这样子嘛 都拖着嘛 就是我讲说就是无限回圈嘛 就是这样嘛 然后制裁然后一直加嘛 然后全世界跟着一直一起死嘛 所以你看到不是全世界 你看到那些德国的那些 部长讲那些东西嘛 对不对 然后呢就多吃素食多吃一点嘛 你也讲那些五四三的那些 你也知道战争的时候干苦人嘛 就是这样那些比较穷的国家会垮 巴基斯坦搞不了垮的 等等会垮掉 斯里兰卡卡垮掉了 谁管他们 不过制裁这件事情啊 因为你知道感觉起来 已经这个欧美有点在内乱了啦 因为呢这个匈牙利 和德国在内的一些 欧盟的成员国啊 就说现在传出来最新的消息 是可能会阻止 要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 当然嘛你这些 美国一直叫我们要加重制裁 结果伤我们自己伤最重 那美国反而相对的相安无事啊 我们说制裁大概会有几个方向啦 一个是能源嘛 一个是粮食嘛 那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说货币嘛 货币这个部分嘛 那我们看到能源跟粮食的部分 俄罗斯是输出国啊 是啊 我根本不怕你嘛 他不怕你嘛 好OK 那接下来就是货币这个部分嘛 那你说卢布结算天然气 斯洛伐克印度匈牙利 连匈牙利都开枪 他是欧盟第一枪 我是卖国啊 卖方嘛对不对 卖方嘛对不对 你现在在修理我 你以为现在是请客吃饭吗 你知道送香公嘛对不对 说我真的他在结算美元吗 对没有嘛对不对 你就拿卢布来跟我买啊 那确实这几个国家买单啦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 他说我怎么在乌人家 你在那边发战争财 然后你叫我们要赔钱对不对 没有这样子的道理啦 所以我认为大哥有点不太像话 好啦那制裁这条路 你不能讲行不通啦 他确实有在制裁 确实也伤到了啦 那另外一条路 就泽伦斯基每天骂每天骂 然后最近又在骂 就是联合国的部分 好他就说联合国是个空壳啦 是不是可以关一关了 那我们也知道就在今天是不是 要投票把这个俄罗斯 提出人权委员会 但我要说不管联合国 做出任何的决议 你只要武藏这条路是毒死 是封死的 任何决议是不是都是空的 我先 你这个部分我先讲一下 联合国的部分 为什么包括独派 我们都希望加入联合国 联合国有点是报户口嘛 那它有个机制叫做集体安全 意思是说如果有哪一个国家 是侵略国我可以击鼓蒙之 不是韩战也好 或者是打伊拉克有没有 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可以 所以你看俄罗斯一直讲说 我是维和 我不是侵略 所以你看他基辅那边 不太愿意碰是这样子的道理 但是问题因为这些有几个 常任理事国他有否决权嘛 所以他没办法派兵去维和 好没办法去维和 这是集体安全 所以另外一种就是集体防卫 就是北约嘛 就加入军事同盟嘛 好OK 但是我们知道 当时要加入北约 其实是美国小布希在那边 人呢三风点火 他认为说因为我们知道 加入北约其实真正他们 乌克兰加入北约或 东欧国加入北约 其实是为了加入欧盟 因为欧盟条件比较严苛 比较严苛一点点嘛 所以他们认为说 加入北约也会帮入 东欧中欧国家 包括这些前苏联的那些国家 变成帮助他们和平演变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有在这些 但是问题是说 这些东西到最后真正的 那你知道 乌克兰的互务 当时就答应说 把他核武就放弃掉了 是 传统兵力他也放 我忘记得 那个时候还讲说 要变成木兵制 后来有改的没有 我忘了 OK 这些东西啊 真正在出事的时候呢 你知道他们的美国 就说那些当时有去签约的 那个布达佩斯签约 他说没有啊 我们只是说 assurance assurance是 你知道吗 我保证 确保 但是真正的是 guarantee 是保障 你知道那是不一样 都是安保 中文来讲 翻起来差不多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雷根当时要跟中国去 817公报 他弄了一个六大保证 6th assurance assurance到这时候 没有啊 强度就有差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大哥 给你答应的那些东西 听听的就好了 你都不晓得 是不是真的能履行 这样的诺言 你知道你被骗了吗 你被玩掉 那为什么美国要这个样子 其实他没有把乌克兰看在眼里 他认为说 我只要跟俄罗斯两个 拼起瓶做就好了 所以武器就拿 就后来他不能控制俄罗斯 所以大战略判断 是你美国大哥啊 你跟在美国的跟屁虫 你知道吗 被卖掉都不知道 被送掉华西街道 还帮他 阿里加多 哇这个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我跟你讲什么叫外交官 你知道吗 外交官就是送电梯 把你送到那个 十八成第一 你还跟他讲说 谢谢你 哇那美国 你以为大哥真的 我跟你说 会出卖你都是最亲的人 那个25年 现在坤上次来25年了 这个星期天 美国中医院议长 裴若西要率团来访 为什么要来访 对为什么要来访 那是象征性的 就是来表达一下 友好吗 台湾关系法43周年 是这样吗 这里有几个东西 因为毕竟我们的军购 这些东西 我们先讲一下 民主党向来跟我们比较 共和党会比较好 那共和党卖了那么多了 11次吧对不对 那当然那些东西 contract那些企业都会在 但是呢 他可能要必须 因为我们知道 上次蓬佩奥来了嘛 所以他必须要 更强烈的一点点的 这些东西不是只有 其中选择接应我们知道 拜登其中前期 那些民调不是很高吗 接下来他的连任的部分 他必须要来台湾护盘 我想这是一个对重 护盘这是最重要的 尤其现在俄务之间 打来打去的时候 其实国际上对于美国 其实是有怀疑的 那民进党内部 其实也在讲说 我们小英总统不太说了 意思是说对美国 也是应付应付而已啦 你知道AIT不知道吗 所以他一定要来护盘的啦 来护盘 然后象征性的表示友好 对啊对啊 就纯属象征性 哦那北京呢 北京不会跳脚 不你知道其实他派 上次派来是两个跨党的 那一团嘛对不对 对上次 但是那个层级算是比较低啦 你知道美国 他们在玩这种外交 会有几个玩法 第一个就是共和党民主党 超越玩 第二个是行政跟国会 那即使是他们所谓的 全面执政 他也可以讲说 因为他们是有民意基础的 我应该叫他 嘴巴把他缝起来 对不对 所以陪洛西 即使他现在是他们自己的人 但是他说没办法 他有民意基础 他反正你民意就是这样子啊 是谈判的价嘛 那其实即使在行政部门里面 他的国务院跟国家安全会议 跟国防部五角大厦 都可以玩这种黑脸白脸啊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美国的说法 两面说法 因为你知道老师 今天在聊天室里面 你看我们后面都很讲 二屋讲了20分钟 在聊天室里面 大家还在讲罗志强耶 哦真的啊 所以我们还继续讲罗志强吗 对但是我们在线市 是有缓慢的爬升 虽然今天对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好像在线帮我们再冲高一点 只是我有点想说 我回过神来来看 说对以前大部分聊天室 还是会更提嘛 但今天特别明显 今天特别明显 都还是在讲 这个桃园怎么选 其实很奇怪 因为你知道那个消息 昨天就出来了 哪个消息 没有就是罗志强这些 有没有 搭水垢等等嘛 因为每天还是有更新 但是好像那平面的部分 有一点点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热露 好像是有一点点稍微降温 是不是平面媒体的部分 稍微啦我觉得 那老师觉得是为什么 没有我觉得说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热搜啊 一些关键词一些讨论 还是很高的 没有我是觉得说 可能应该是大人有在 可能在努力啦 就是因为如果你知道 在网是网嘛对不对 那如果平面媒体又是另外一回事 白纸黑字嘛 可能那时候有些 就没有转环的空间啦 哦 所以你觉得 会擦枪走火啦 像我们这种人吧 你知道像我们这 已经那么皮的对不对 你把他打水弄不怎么 但是有时候比较年轻的 就像我以前年轻过嘛 我就翻桌 我真的翻桌过啊 无愿意 就在寄南路翻桌过 哦 所以老师从这个角度看 说也许是真的在瞧 留点余地 留点余地 对啦 还没有到完全 已经你自己人啊 对不对 又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KP嘛对不对 合并嘛 其实这也是一种磨练啦 不然未来的话 你不管是民进党 或者是跟KP这个拨议 真枪实弹啦 对啊对啊对啊 刀光剑影 对啊对啊对啊 好 然后老师今天的角度是这样 那最后呢 还有一点时间啦 因为今天你知道 疫情暴很凶 今天破了五百多例 那其实我也不意外啦 然后连陈之中 要选举啦 选举了嘛 然后大家就想说 因为小英出来定调了啦 他就说其实什么新台湾模式啊 就是减灾非清零 那他又讲说 非清零不共存 大家说那这是台湾创意吗 又在领先国际了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这个年头啊 你只要加个台湾两字 有点像那个湖啊你知道吗 有点像义和团那种感觉 百年价值 没有你就用台湾不用价值 这台湾两个字以后 百毒不清啦 要它燙燙的 你知道吗 要它放在水里面 就不怕你知道吗 然后母记不生了以后 马上会生红蛋啊 OK是这样 我回头你讲没有错啊 你跟我讲清楚嘛 对啊 到底清零 跟共存两个之间 到底是五五呢 四六三七什么嘛 你要跟我讲嘛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讲一个大原则 而且什么动态式清零 我也挺不懂 那所谓叫动态嘛对不对 那动态式清零就是 那动态是什么意思嘛 就是共存啊 然后动存就是说 出了事以后 我再来怎么调整嘛 那你至少 我事先上有个谱嘛 你看到那天陈时中说 很多东西哪有事先可以怎么样 他说国外都做不到 错了好嘛 我们很多东西都要事先 规划的 然后你预期最坏最好的情况 是怎么样 本来这有嘛 他说你哪里毕业的啊 通常不太清楚 可是陈忠今天说 他看到这个情况 他说反正疫情还会再爆 那他说要走向清零 是不太可能了 他终于松口了 这是谁 陈时中 陈时中 陈时中啊 今天呢 我觉得他这样子 下午几次会 我觉得他已经辜负我们 已经往生了那么多人了 而且我们老百姓戴口罩 戴那么久了 我们社会上很多人 包括很多地方店都关起来嘛 投资也没有了嘛 那学界或者什么呢 另外那些地方还会是 而且他这种大规模的 没有他怎么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 我们台湾这是一个隔离岛嘛 然后我们也很努力 就戴口罩 让你说一句话 好像说 你本来就是你知道 好像我们上次不是被戳眼睛 他是一直说 那一句话嘛 对不对 那现在Seven去的时候 他根本你给他看 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你这怎么 你上怎么那么大树 怎么那么白痴 还让我看 现在没有人在看 你就少那个十年纪 对啊 我进去我都没有少 没有我现在少 其实我少 因为很怕被连累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这种心态 所以干脆不少 有些年纪 我听说他们现在 年轻人本来都很懂 对对不对 我是学 少了不传 没有他们原来写 就写一点少一个字 或者多一个字 没有这是要怪你嘛 对不对 你现在忽然讲这些东西 你知道我们已经付出 那么多的代价 我们跟日本啊 我们跟美国欧美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一下子 就为了选举 然后就赶快就这样 老师你刚刚讲了 我看到张力云网友 就直接说 有台湾两个字就有票 这是关键 我们老百姓那么白痴 难道我们跟乌克兰 是那么白痴吗 你知道这人是 但是他们其实上台以后 他们没有政见的 他讲政见是没有用嘛 而且你也看不出 他的战略啊 然后人家西方国家 说要他做两件事情 司法改革跟苏灿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就是经济 因为他们还是权贵的经济嘛 你必须要改革嘛 对不对 没有啊 他的财阀 他的腐败 还是非常严重 然后他的改革派的 总理又下台嘛 对 然后就是为了这样 然后来掩饰 掩饰他的这些无能呢 就是演戏而已嘛 然后世界上 我觉得有时候讲 世界上他演戏 拜登演戏啊 然后这个 泽东斯演戏啊 小英也演戏啊 反正演戏很好啊 反正你没有读稿记 对不对 也会出事啊 但是 小英演戏还是会被戳破 比如说他说了这一次 反正台湾现在是 减灾非清零 但减灾对不对 医生打枪啦 医生直接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抗病毒的药物 平均 一千人才配得到一份 真的 所以换句话说 出事以后 你连减灾都办不到 所以你现在看到 就回到去年五月的时候 有没有 对 那个时候甚至没有病床嘛 对 也没有说你要去旅馆 也没有啊 你还记得也不是去旅馆 他也没事有没有 对 然后天人永别了 是 然后也就烧掉了嘛 对 你知道那个是太宅 有一些老人家 其实是好好的 坦白讲他可以假巴黎啊 可能是一个刚刚好外拥嘛 然后倒垃圾 怎么样就传染到 回来以后就走了啊 嗯 OK 因为我有远亲就是这样 他们一家几个 就是有些往生 有些住院 有些干什么的啊 你知道 家破人亡吧 这些代价是我们付出来的 然后你忽然讲说 就没有关系了 你知道他背后里面是假设 反正老人家每年 你也知道 就往生的也是那么多嘛 你被记得那么多 那就是人的 子侦死不了 这不是人的 是帮人死不了 这夭壮骨 好那老师 就是你最后怎么看 就是说那蔡英文总统 其实在昨天 大家都说你都不出来讲 不出来讲 那他也讲了说 好啦反正 我们不是走清零路线 我们就是要减灾 然后轻正的要控管 但是他自己洋洋傻傻 列出了他邀请了 这些县市首长 来开会讨论疫情 结果他就说 那为什么你独独漏掉了 双北新北台北市 都没有受邀 没有侯友宜 没有柯文哲 那是直接就是 孤立排挤他们吗 那很多网友 当然很酸啦 就说这是讨论选情 还是讨论疫情 对啊 那个有点是 显占会议是不是 显占会议 老师也这样看是不是 因为你知道 今天如果是在中央党部 或官邸 也还可以说得过去 是在你中间 是在总统府 还是在哪里 对啊 那双北其实应该 不合理 因为他自然是疫情 防疫会议 双北人数也多嘛 对啊 而且他就是 国门一进来首都 对不对 而且他怎么 我觉得他有时候 忘了党政之间的分级 他是刻意的呢 他不是忘了 哦 如果是刻意的话 那监察院马上 应该要调查了吧 那有用了 监察院 监察院说没有用 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很多朋友都在那里 可是问题是对啊 那现在的监察院有用吗 说要调查不是也是虚荒一招 选择性调查 我朋友都来越借了 没有 就是没有用啦 这是没有地方排的嘛 我们讲一个笑话 跟你讲过就是说 学者念法律的 不能当官就当大法官嘛 学者没有办法入阁 就去当考试委员嘛 其他社运的或什么 没办法当学者 不是念法律的 就是当监察委员嘛 就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要废考间啊 没有啊 说假的 然后骗那些 打开去的独派啊 你知道 人家感觉疼得有奶嘴吗 打开这样就好了啊 而且对废考间 考间有这么多位置呢 对啊 到时候要瞧要什么的 对啊 实之不甘气 你实之不止气之可惜啊 对啊 你也知道 找一个陈举在那边 就可以镇压一队 下坚下坚啊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施老师来到新闻千里马 那也谈了很多内幕 那也非常谢谢网友 今天在线 那虽然今天在线冲得比较慢 可是我看得出来 大家对这个桃园市长 这一局啊 其实有很多的意见不吐不快啦 那没有关系 还是欢迎呢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大家还是可以带聊天室来留言 同时呢 如果你半途才加入 千里马的朋友呢 也欢迎你来到我们最后完整版来补课 那谢谢大家今天膨胀 也谢谢老师来 所以新闻千里马 我们下周见 拜拜咯 好 倖看 你们俩负责 store 亲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